今天带来的是香港电影大内密探零零星星 故事发生在明朝时期 在皇宫内有一只大内密探一共有四个人 其他三人都功利大成 所以上次来委派任务时交给他们的都是危险的任务 又有钱拿又有厉害的武器 而啥也不会的零零零只有去寄院迎春阁查案子这么一个任务 听到这个消息的零零零大吃一惊急忙找上司想改 可这是她十年以来第一次任务 再加上上司的劝说男人同意了 却一分钱都未拿到 害得她去收服自己老婆雪儿同意她做任务 雪儿是一个沉迷补挂颇有些神经质的女人 看丈夫很想接这次任务 她便答应了 虽然迎春阁内美女众多 但她也不怕零零零招花惹草 只因她身有短处 除非再重新来过 也许还会多担心一些 而零零零在得到老婆的同意后 就开始了自己的卧底之路 此时的她还稀有不甘不愿去那种地方 想要找棵树自杀 却将在树上偷窥美女洗澡的男人孤峰弄了下来 孤峰看她一副纯情样 便把人带去河边的大石头后 近距离偷窥 两位正在泼水玩的美女 春光无限好看的零零零言都直了 她也与孤峰呼唤姓名 化名未央生跟着对方来倒映春阁 简直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看着门口的匾额 她露出傻笑跟着走了进去 里面正在进行表演 老宝艳芳换出自己最得意的两名员工 也是最受客人欢迎的文武双书 锐珠和湘芸 这两人多才多艺 各自表演了自己的绝活 林玲自许为读书人 被同样有文采的锐珠深深吸引 而她从未来过这种地方 碰到不懂的就为硬旁的孤峰 两女表演完后 迎春阁内就热闹起来 林玲看得幕布下街 在孤峰的呼唤下才回孤神 跟着她去看美女排行榜 这上面的套路让她叹未观止 任务有了一个良好的台端 但她还需要留下来 林玲想出一个办法 她第二天去找孤峰喝茶 提出想在迎春阁写一名 矿谷绝境的起书 却只是一个想法 笔墨什么的都未准备 孤峰便介绍了一人给她 那人名叫塞昆仑 精通各种滋补药物 她想在林玲书中留名 资助她一笔银子 就去准备补品了 林玲便跟着孤峰回迎春阁 一进去就看到湘芸带着一男人回屋 两人心有灵犀地跑到一旁的窗户 弄了个小洞的偷窥 湘芸已经姿势妖娆地 跳起了五看的屋内屋外 三个男人目瞪口呆 林玲因为第一次干偷窥这种事 总是一惊一乍 她不懂的地方就问孤峰 然后一边看 一边将所见所闻记录下 里面很激烈 林玲也激动起来 她扒了一旁的孤峰 就发现人不近了 对方静在她身后 急不择时的连男人都不放过 林玲吓得赶紧跑了 又碰到瑞珠及其客人 与孤峰又开始了偷看之旅 不同于湘芸的大胆 瑞珠很是羞涩被动 一切任由客人作为 林玲紧张地蹲在外面 手紧紧揪住孤峰的衣服 看着瑞珠痛苦的表情 恨不得冲进去救人 孤峰连忙拉住她 问她看还是走 林玲立马改了主意 继续透过小洞偷窥 里面的声音黎明不觉 她竟然看到了瑞珠对她笑 激动地拉住孤峰 所谓欢吵女子无真爱 孤峰已经见怪不怪 催促她赶紧看下去 直到瑞珠结束以后 林玲和孤峰才蹲在窗下 赛宽伦来找林玲 还带来了一份补药 两人还未从之前的 余晕清醒过来 双眼无神地看着前方 孤峰接过补药 机械式地喝起来 仙娘跑了过来 她一直都是迎春阁内垫底的那个 看到林玲正想捡个漏 林玲猛然惊醒 林玲拒绝 女人以为她是不好意思在外面 娇羞地跑回去换衣服 一会儿再来找她 林玲赶紧扭头看孤峰 就发现她脸颊痛红 竟然把补药全喝了 她赶紧将人带回房间 让人去床上准备 她则吹熄蜡烛 没过一会儿 仙娘过来了 发现里面黑乎乎的 听到对方要玩新花样 她高兴地笑起来 蒙上布躺在床上 孤峰从被子里钻了出来 没想到一发就玩完 惹得仙娘很是不满 林玲从床头钻进来 振指小说话的孤峰 恭维起仙娘来 女人将笑起来很是欣喜 看着两人继续 林玲躲在沙莲 万新生感慨 不时钻进去救个火 打消仙娘心中的疑虑 可女人的问题太多了 林玲凭于应付 假装不耐烦 仙娘派人离开 赶紧捂住嘴 不敢再说话 解决了最大的麻烦 林玲将地方留给孤峰 跑出去上厕所 没想到就碰见了赛昆仑 对方发现她身上的短处 致力于将人治好 写述的日子提上认诚 所有人勤聚在室外 林玲写下自己的书名 看着就很平淡 这让其他人很不满 纷纷提出各自的要求 知道她怎么写 只有仙娘还以为那天是她 孙子不倦地扑到她身上表示支持 而林玲凭为了能留下来 最终还是改变了原则 所有人皆大欢喜 她趁机提出一个要求 让瑞珠和湘云去做半读 眼方自然同意 快乐的写述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山清水秀 家人作伴 林玲很满意 行侠之余 就和瑞珠两人去河中玩 或者是着迷藏 让她快要乐不思数 这天林玲凭左拥右抱 带着两个女人去光街 时碰到了自己的上司 在对方超明显的眼神示意下 她进口去买东西 朝上司追了过去 上司牵着人 来到了一个无人的小巷 看出她满脸红光 桃花欲旺盛 林玲立马应正言辞 表示未果金钟的决心 听到雪儿有事找她 她想打听 又想起这是她的上司 立马改了说辞 人难出自己在 迎春阁清洁化的话 上司却以上面没有签名 不能作为证据 说她继续忍辱负重留下来 说完就离开了 留下林玲 一人在原地沉思 晚上林玲玲回了家 看着门板上的符咒 悄悄从窗户望进去 顺手摸了一把墙上的泥 拳途在自己脸上才推门进去 雪儿见到她很开心 激动地扑过去 实际上她没什么要紧事 只是补挂出了点问题 她拿出放大镜 仔细观察起自己的丈夫来 从她身上闻到香气 还找到一根头发 林玲玲连忙编出理由 将自己说得十分可怜 把雪儿哄得一愣一愣的 见对方相信 还要送她离开 男人掩盖不住 自己脸上的笑意 正要走 宝儿突然喊出 她拿出一件宝物 打算从根源上 杜绝自家老公春心泛滥 可这差点将林玲吓傻了 她的理由还未说出口 老婆一句威胁 就什么话也说不出 乖乖穿上对方准备的东西 没想到雪儿还不放过她 拿出一把刮刀 斜笑着靠近 等林玲玲再回迎春阁 里面的人震惊地张大嘴 嘲笑起来 原来她宠了一个光头 唯有眼盲的玉香 看不到她 她才找到一点点尊严 林玲玲又开始自己的 同窥大业 却又不敢太过火 害怕自己在老婆的宝物下 真出了事 她焦急地跳起来 里面的人正好出来 她赶紧拿着自己的话 请求对方签名 对方误以为这是插图 她顺理成章地得到了签名 林玲一看这么容易 见人出来就把笔地上去 让所有人签字 没想到就碰到湘元两人 林玲急忙编理由 双叔展颜一下 将林玲玲拉走 亲自问她展示图上的动作 看到林玲下面蠢蠢欲动 她赶紧捂住 全身心精力放在那里控制 可两个女人实在太娇媚了 还一起向她走来 林玲无奈看天 面对一片春色却无能为力 推开人跑了出去 走到一旁骂天 又碰到来找她的上司 想着自己现在的处境 林玲希望换一个安好 对方同意了 问起她这段时间的进展 林玲就将签了名的话拿出来 才与上司分头离开这里 她又回到迎春阁 瑞叔两人过来找她 还一人端了一碗补汤 她喝了这个和那个 补汤立马尖笑 男人脸颊通红露出傻笑 看着妖娆的两个女人 陶醉的就要上寻 可惜无缘力不足 她强忍着痛 用力弄开那个东西 才晕乎乎的上前 来了一场三人行 等林玲再次醒来 看着怀里的两人 吓得赶紧起床 就听到玉香的声音 从她那得知 燕芳会煎特殊的药 她扭头跑去了药房 看着十几个 正在接药的罐子 准备挨个儿找 燕芳来到这里 林玲使出自己的电眼 带着人离开 就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 雪儿竟然来到这里 她赶紧躲在燕芳身后 却被女人强硬拉出来 只能挤眉弄眼 看着自己的老婆 还好雪儿没有揭穿她 她赶紧把人拉到一旁 等对方试探完 她松了口气 把写好的书交给她 让她转交上次 一副专心工作的模样 雪儿满意地离开 林玲则胡乱编了个理由 飞快溜了 没想到她洗澡的时候 又碰到了玉香 对方以为 没人脱了衣服就要洗澡 她赶紧坐在桶的一旁 害怕碰到人 就那么大的一个玉桶 两人竟未碰到 她赶紧离开这里 再过几天 就是玉香的拍卖夜 林玲出了架 就发现有人竞争 她怒气冲冲看过去 竟然是雪儿 吓得她赶紧躲起来 不敢再出嫁 眼看玉香和雪儿 入了房 林玲赶紧跟过去偷窥 与另一个同样竞争的男人 不谋而合 两人争论一番 她把人打倒 再去看前面就没人了 随时两女去了床上 林玲赶紧进去 将自己老婆拉出来 又看到端着药进来的塞昆仑 她将人推进去 才去询问老婆的来意 就得知其他三人 已经因公殉职 无人可用的上司 就将她拉了庄丁 两人对了对暗号 林玲发现外面有人影 急忙将老婆带到床上 神知 自己与瑞珠两人的心情 被玉香捅了出来 雪儿气得跑出帘子 林玲赶紧追上去解释 燕芳和孤峰 带着几个庄丁闯了进来 林玲立马表明身份 没想到雪儿喝了不要 神志不清的坎儿乱转 林玲一边抱着人 一边对付燕芳他们 传伤动静不断 几人时不时偷听里面的动静 正对峙着 仙娘带着出满的书赶来 林玲看完却发现作者不是她 正疑惑那人是谁 上司带着人赶来 将燕芳他们全部抓走 然后才去找林玲 林玲正搂着雪儿 看着被带走的祥云两人 她又看向名利双收的 上司神感职场的黑暗 她决定辞职 跟雪儿一起回家继续写书 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模仿周星驰的 大内密探零零发 但因为是风月片 军情更加香艳 有大量福利镜头 绝对让人大饱眼福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